美国检方6号召开记者会 宣布起诉前联合国主席约翰·艾希 跟多名中国政商人士 艾希被指控在2013的主席任内 收受中国政协委员跟澳门商人 130万美元的贿赂 交换条件是协助通过联合国在澳门 设立会议大楼的提案 巴西南部一所监狱 囚犯因为不满监狱超收人犯 造成环境恶劣 在6号发生暴动 多名囚犯手持刀枪 挟持所方人质 翻上屋顶抗议 并且做事把人质推下屋顶 在警方跟家属赶到现场之后 囚犯还在监狱内纵火 飘出阵阵的黑烟 所幸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而暴动还在持续当中 俄罗斯9月底开始空袭叙利亚 却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控 侵犯土耳其领空 土耳其总统6号发表声明 认为俄罗斯的侵犯行为 不能用意外来解释 土耳其再也无法忍受 并且警告俄罗斯政府 如果俄罗斯当局破坏跟土耳其的友好关系 将会付出不小的代价